今天我们来复习第二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主要对语文基石做一个梳理 请同学们看到黑板 我们这一节课打算从这四个方面来梳理第二单元 首先我们来看到单元学习内容的概括 同学们还记得第二单元的一些课文吗 看到黑板 有四篇课文和一个写作一个综合性学习 前两篇是讲读课文后两篇是自读课文 本单元的课文都是试理说明文 展现了求真严谨的科学精神 文字朴素优美 带有科学小品文的特点 在传递科学基石的同时 也带给了我们美的享受 学习这些文章可以了解科学常识 培养严谨规范的逻辑思维 养成科学思考的方法 提高提取归纳概括理解信息的能力 更深入的理解说明方法 说明顺序的作用 品味说明语言的准确性和文艺性 事理说明文 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事理说明文 事理说明文就是以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介绍科学道理为主的说明文 也就是说 事理说明文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事理说明文与实物说明文的区别是什么呢 事物说明文的说明对象是具体事物 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形状 构造 性质 特点 用途 方位 类别 功能等 做客观而准确的说明 使读者了解 认识 这个或这类事物 而事理说明文的说明对象是某个抽象事理 将抽象事理的概念 成因 关系 原理等 说清楚 使读者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明白这个事理为什么是这样 是其主要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单元语文知识梳理他的字 形和字音 下面跟着老师一起读一遍 梦发 刺地 偏然 孕育 龙燕 海棠 悬疏 销声匿迹 周而复始 花香鸟语 草掌阴飞 臀 骨骼 飘移 流逝 折皱 鞋带 两栖 会心 潮汐 劫难 致密 饮食 追溯 天衣无缝 我们来看到 萌发 它 本意是指种子和豹子发芽 比喻事物发生 其实它的比喻比它的本意用得更多 当然在文中它是本意 我们再来看到消这个字 关注水字旁的消 水字旁的消 它从水 原意是像水一样蒸发的无影无踪 消还强调逐步过渡 而金字旁的消 它是金字旁 原意是金属的溶解 即用火烧退 可延伸为通过强劫的手段达到去除的目的 比如撤销 而这里为什么用销声匿迹呢 因为它的踪迹只是隐藏起来了 而没有完全的消除 所以我们记住它用金字的销 再看到草长因飞这个词 确定这个字读长还是长 其实我们可以参照这个飞字 因为飞是动词 所以这应该是读长而不读长 长是行词 看到两期这个字 千万不要读错 结难 这个难是多音字还可以读难 它什么时候读难呢 一般来说 名词的情况下多读难 再来看下面的字音和字形 好同学们快速读一遍 读完了吗同学们 再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屎尝读难 霧癌 尖漠 千玺 千玺 堵住 沼泽 瞄准 狩猎 盘旋 喧嚷 邀请 凋零 枯燥 稀疏 弥漫 木空一切 偷偷摸摸 胆 踪迹 装置 烘烤 腐蚀 沙利 山路 沟壳 军裂 帷幕 海枯石难 同学们看到千玺 我们千万不要写成了这个字 图 他们是行径字 这个盘旋的旋 也是多音字 还可以读旋 什么时候读旋呢 他一般做行词的时候读旋 比如 零食的 还可以是打卷的 比如旋风 旋做旋卖 枯燥 我们记住 关注这个暴躁的造 如何来区别这两个字呢 枯燥是缺水 所以它是火字 暴躁呢 是一个人的脾气很激躁 去剁脚 所以它用族字 看到腐蚀 这个字我们是读第二声 腐蚀 沙利 这个字千万不要读成乐 沙利 军裂 这个字的读音非常重要 帷幕 因为帷幕是不作的 所以它从今 我们来看到这些词语的解释 花香鸟语 请快速看一遍 anytime 卡 或许多留言 很多 하지 可以 erro 也可以 给我 看完那么同学们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到天衣无缝和完美无缺 同学们能够说出来吗 嗯非常聪明 前者侧重己事物的细致周到 严密完备 找不出什么缺漏 和弱点 后者即形容极其完美 可以用于人 前者不能用于人 他极简事物 再看到这一对词 文歌分辨出来吗 非常好 非常好 前者侧重一句永远不变 它是时间的久远 后者 侧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侧重是巨大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的四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作者说明的顺序 主要说明的方法 还有语言的特点 同学们请开始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来了吗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答案 作者 主可真 主要内容呢 对 介绍了物后学研究的对象 物后学现象来临的有关音音 以及研究物后学的意义与知识 说明的顺序呢 同学们想起来了吗 对 它是逻辑讯序 怎样的逻辑讯序呢 它通过描述物后现象 做出科学解释 追究因果关系 阐述 研究意义 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介绍 物后知识 主要的说明方法想起来了吗 对 做比较 举例子 叶数字 等 能够说说它的语言特点吗 非常的准确 对 语言 准确 严谨 深度 典雅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篇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 对作者 阿西莫夫 它的主要内容呢 两篇短文哦 嗯 非常好 恐龙无处不由 依据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的事实 这名的大陆飘移学说 被压扁的沙子通过对丝石英的产生 分布 特征等的介绍 证明 撞击说 倒进了恐龙灭绝 从而说明了 不同学科领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科学事实 说明的顺序 同学们 记起来了吗 对 挪迹顺序 前一篇是由原因到结果 后一篇由结果 追溯 原因 说得出来 它的说明方法吗 嗯 举例子 叠数字等 它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呢 非常的正确 它的语言准确 简练 逻辑性强 风趣 幽默 我们再往下看这两篇文章 同学们开始思考 des 但是 也不知道 多了 有些语言 还是 有些语言 都是 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是对利奥波德 他介绍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嗯 非常正确 介绍了大雁的鸣教 觅食 群居 飞行等活动 说明了大雁是人类有益无损的伙伴 表达了作者对大雁的喜爱之情 呼吁人民保护野生动物 那么这篇文章的说明顺序是什么呢 我们有同学说是时间顺序 也有同学说是逻辑顺序 好 同学们来看 这篇文章从表面上来说呢 它是时间顺序 因为它写了大雁归来的过程 按时间来 其实深层次来追随呢 它是逻辑顺序 为什么呢 它通过观察现象 记录结果 分析研究 然后得出结论 那么主要的说明方法有哪些呢 对 有打比方 列数字 做比较等 这篇文章的语言特点 说得非常的好 是细腻而生动 当然它作为说明文 它语言的特点是准确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脚步 作者对陶世龙 那么这篇文章 它主要介绍了什么呢 嗯 说明了延时是怎样置入时间的 号召人民去探索大自然 它的说明顺序是什么呢 对 逻辑顺序 它是依据事物内在的联系 逐层进行说明的 主要说明方法有哪些 非常的好说的 举例子 打比方 分类别等 这篇文章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呢 对 简念 生动 含蓄 我们来看看 这些文章结合了我们很多丰富的知识 它们的语言风格各不相同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如何来读懂说明文 当然同学们 要读懂说明文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明的对象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 说明对象有什么特点 说明文 说明文的分类 从内容上它可以分 事物说明文和事理说明文 从语言的角度来分 它可以分为生动说明和平时说明 说明的方法我们要必须要记住 有这么一些 举例子 分类别 列数字 做比较 画图表 下定义 做诠释 打比方 母状帽 做引用 我们还要明白说明的顺序 说明文有几种顺序呢 对 说得非常的好 有时间顺序 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 另外我们要明白 说明文的语言它有什么特点 作为说明文 它语言首先要准确 准确性是它的最主要的 当然在给人家介绍知识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的更生动 更有趣 更容易吸引人 让大家往下看 所以它还有一点生动性 另外 作为我们阅读说明文 我们还要去揭晓说明文章的一般结构 它有两种 一种是总分式 包括总分 分总 总分总等 有时候分的部分也按并列式或者递进式来安排 一般来说 实物说明文 多用总分式 递进式呢 多用在式理说明文中 因为它要一层一层的剖析式理 然后我们要学会去概括说明的主要内容 因为硬核一篇文章它都有主要内容 什么是主要内容呢 我们来看看 写什么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比如我们学的继续文 新闻两则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 我们就要了解事情发生的时间 地点 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 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经过是什么 结果又怎么样 比如写人的文章 我们还记得叶神桃先生二三世吗 像这样的写事的文章 我们要大致了解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状物的文章 我们就得知道这个事物的形状 颜色 大小有什么特点 比如我们第三单元学到的何周记 当然写紧状物的文章 有时还要考虑到象征意义 比如白羊礼战 写紧的文章 同学们 我们就应该了解 怎样的景色特点 比如三峡等一些写紧的文章 在阅读的过程中 抓紧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就能解明的 理解课文的要紧 为进一步领会文章打下基础 因此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分析 理解概括能力 有助于发展我们的思维 下面我们来看看 如何概括说明类文章的主要内容 我们首先关注文章的标题 文章的标题与内容关系十分的密切 标题其实就是文章的窗户 我们往往可以透过这个窗户 去了解文章的内容 比如大自然的语言 我们就会去思考 大自然的语言是什么呢 这种语言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等等 比如时间的脚印 时间的脚印是如何留下来的呢 这些标题就帮助我们去了解文章 去窥探文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我们可以通过分段阅读 规定断译法 同学们 硬核文章都是由字到词到句到段 然后成文 这就是文脉 而易脉就是作者的情感的总是随文脉而行 说明文阅读 可以先归纳每一段的含义 因为啊 说明文一般来说 它的段落有中心句 然后我们再规并断译 什么叫规并断译呢 就是把相同率文艺的段 合并起来 同学们 用数学的术语来叫 就叫合并同类像 对一篇文章来说 断译是局部 主要内容是整体 整体 总是各个局部组成的 分析文章的结构 可以使我们了解文章是按怎样的顺序安排材料的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章的思路和内容 我们来 举大自然的语言为例 同学们还记得大自然的语言吗 或者请你们翻到课文 来看一看 第一段列举了四季误后的变化 接着同学们概括每一段的端译 对第二段列举大自然的语言 对第三段引出误后 值误后学的概念 第四段呢 第四段其实就是误后观测 对农业的重要意义 第五段是举例说明它的重要性 对第六段是一个过渡段 它表明要阐述影响误后来临的因素 对接下来的几段 就是对误后来临的因素进行的介绍 它们分别是纬度 金度 地势的高下 古经的差异 对十一十二呢 是研究戊后学的意义 同学们 我们把这些段落都列出来 我们就发现 我们有些段落可以把它规变在一起 比如一二 我们可以归到描述误后现象 第三段 我们可以说它做出对误后学 做出科学的解释 那么把这些呢 我们说是追究因果的关系 最后 阐述研究的意义 同学我们这样的一归纳 我们很永久发现 它拥有了逻辑讯息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恐龙无处不有的行文 同学们试着做一做 这是一篇推理很强的文章 我们一起来公布一下答案 首先 作者说 不同学科领域期间是紧密相连的 然后呢 对 用这么一些内容 先南极发生了恐龙化石 而且南极外各州也发现了恐龙化石 说明恐龙是无处不有的 但是呢 恐龙是不会迁移的 它怎么会跑到南极去呢 作者由此进行推断 得出了大陆飘移 从而 说明了 在一个学科领域的发现 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这里呢 总起 分说 总结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它的说明顺序是 由因到果的逻辑讯息 同学们 这样的分段阅读法 对你们有没有一点帮助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说明文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 有哪些 第一个 分析标题 了解说明对象 即大概的内容 二 分段阅读 规编断意 理解它的行文思路 当然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下作者 了者作者的心 身份 职业 取得的成就等 这样有助于把握文章的内容 比如竹可真 他就是欠向学家 我们再来看一看 写作和综合性学习 本单元的写作的主题 是什么呢 非常的好 能根据说明的目的和对象 指对象的特征 合理安排说明顺序 写说明文 说明顺序很重要 这样我们的条理清晰 怎样的去安排说明顺序呢 第一个 与说明的对象有关 同学们 比如 介绍一座建筑物 或者一个景点 我们一般喜欢采用空间顺序 如果介绍事物发展的过程 我们一般采用时间顺序 介绍事理 探究事理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一般采用逻辑讯序 使用说明顺序同学们 还用说明对象的特点有关 我们知道说明文是介绍知识的 我们要把说明的对象说清楚 尤其是他的特点说清楚 所以 说明文都是介绍事物和事理的文章 要抓住说明对象的特点来写 用合适的说明顺序 去凸显说明对象的特点 这样我们才叫准确的运用了说明的顺序 再来看一下综合性学习 同学们能够立马填出来吗 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是 倡导低碳生活 通过什么样的主题来倡导呢 宣传 那么这种活动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综合时间内 我们如何去做宣传 对 第一步 我们要确定宣传的主题 第二步 自然去收集资料 撰写文稿 第三步 我们制作宣传的材料 开展宣传 或者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 比如我们可以做黑板报啊 展板啊 做成MTV的那个拍的画面啊 那么这个综合性学习 跟我们的阅读能力相关的 我们这种非连续文本的阅读 跟我们写作相关的 有撰写标语 海报 调查报告等等 这是综合性学习 同学们 第二单元的复习 语文知识的书里就到这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